有一篇文章,我们《巴士迹报》的高层黎庭耀先生写了出来 一场的袈裟战争不但暴露了以色列的杀神本色 也粉碎了美国精心塑造的所谓民主自由 这个神话已经破灭了 因为近日,虽然美国很多大学的大学生 都是以和平示威叫口号在学校扎刑的途径去支持巴勒斯坦人 希望以色列不要以种族灭绝的态度对待巴勒斯坦人 不要进攻加沙的南布拉法地区 因为那里有超过100万的巴勒斯坦人聚居 如果我们实行军战,加上地面攻击 将会令到大量的巴勒斯坦人死亡 事实上,尔巴战事爆发之后 现在的死亡人数 在加沙地打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万5千日 其中是3分之2是虎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惨烈,人道危机的情况是多么严重 这是有可能令到巴勒斯坦人灭绝 这个危机一直存在 所以连美国的大学生都看不过眼了 都纷纷走出来了 因为他们可以通过TikTok、Instagram 这些社交媒体或者Twitter 可以看到一些现场直播 说到加沙究竟发生什么事 以色列的军队究竟是如何对加沙的地方进行军炸 如何军炸一些在排队拿食物的难民 如何军炸里面有很多伤者的医院 如何在医院撤退之后发现了300具的尸体 这些全部是一些可以在社交媒体看到的一些贴物 令到美国的大学生开始醒觉了 就是说究竟我们现在美国的政府 或者美国的媒体、传媒 究竟报道的有多少是真相呢? 以往譬如说大家会想 咦?我们信CNN 这个是《华盛顿邮报》 BBC 彭博等等的报道 应该是真的 这些这么有历史 这么有地位的传媒 这么大的机构 一定是真的 但是现在不是了 经过这次尔巴事件之后 他们在Instagram 在Twitter 在TikTok 现场看到一些直播 一些影片 一些贴文 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如何 所以知道原来 这个美国政府 美国的政客 美国的传媒 一直在做很多事情 将真相掩饰了 令到他们今次可以明白到 原来传媒 特别是美国的传媒 大部分 说的都未必是可以信賴的 好了 这篇文章 黎珊就说 美国总统 拜登 政府 对这些大学的示威者 粗暴镇压 那些政客 还在哭打哭杀 又说要把这些学生 全部拉完 然后就要开除学籍 幸好暂时大部分 都是即日 或者是日晚 就立刻释放回来 但是早前 众议院通过了 一个叫反犹太主义 意识法案 其实这个 就被传媒 带来相当大的 犯法的危险 因为 现在众议院通过了 那需要 参业院再通过 现在参业院还没通过 如果参业院通过了 拜登总统签署了 将这个变成法律的话 所有将来 传媒报道 任何事情 如果是有 反犹太主义 这个意识形态 就有机会犯法了 变成这个范围就相当广了 变成新闻 凡是有些 是针对 或者批评犹太人 批评以色列 批评他们 在加沙里的行动 都有可能是犯法 因为 如果真的 弄到这个反犹太主义 意识法案 对美国的传媒 是相当危险的 所以 有人揭发到 根据CNN的员工 爆料 新任的CEO 汤普森 在去年10月 巴尔冲突爆发之后 没多久 他用电邮 向员工发出备忘录 说明CNN的员工 必须提醒读者 这场冲突的直接原因 就是哈马斯 襲击以色列 以及大规模屠杀 绑架平民 这才是整件事的 源头 这也是整件事的原因 这样说 这件事 的确是触发 这次尾巴冲突的誘因 短期的誘因 但是 哈马斯 为什么要襲击以色列 正正因为 之前那几十年 受尽以色列的压迫 趕尽杀绝 其实 在这件事发生之前 以色列已经扣留了 超过二万个人 就是巴勒斯坦的人 一早已经困了一大群人 这次哈马斯 哈马斯发动这个攻击 就是绑架了以色列的平民 现在应该有 大概一千二百个 以色列的人 在那次事件当中 被哈马斯捉了 首先人数已经少很多 另一方面 似乎哈马斯想利用这个事件 激发起 就是一个是对以色列的反抗的浪潮 给大家知道 其实以色列一早扣留了 超过二万个巴勒斯坦人士 也都把巴勒斯坦人 逼了去加沙一个这么小的地方 也一直都是 过去几十年 完全是不会让步 完全是不会被巴勒斯坦人 在他自己的土地那里立国 立不了国 自然巴勒斯坦人就有反应 有反抗 好了 这整件事 CNN的电邮 直接跟员工说 这件事主要是哈马斯 大家写东西的时候 要提醒读者 这场冲突的直接原因 就是哈马斯 襲击以色列 但是没有提到 其实整个事的背景的根源 就是几十年来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镇压 也不让他立国 这些基本根源 这个基础原因 就没有提到 没有提到 这个才是基础原因 也就是 避重咒兄弟 对以色列军队 在加沙地带 杀了三万五千人 其中三分二是辅助 这些事更加是不准提 不准提 CNN高层 已经立了一些加规 就是说 所有的新闻 要受到审核才可以出街 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就是受到美国 亲以色列的势力 以及以色列政府的压力 在庞大的力量之下 连美国的国会议员 和美国总统拜登 都没有办法抗拒 CNN更不能忽略 来自以色列的 和犹太人的一个巨大的压力 第二个原因 就是 现在 美国始终有钱人当中 金融界和商界当中 是犹太人的势力 实在是相当大 所以如果CNN不配合的话 将会失去大量商界和金融界的广告 现在CNN就是讲真 美国的传媒经营都相当困难 如果是失去大量广告 对CNN的生存也有影响 所以早前 其实马斯克也中了招 原来他的社交平台X 就是以前的Twitter 马斯克说 去年的尾巴爆发冲突后 向来独立突行的马老板 马斯克在X里发文回应 赞同这些反犹太的内容 随即受到犹太社群 以至白工严厉斥责 之后很多大企业在X里撤走广告 以及跟马斯克割借 马斯克知道害怕了 便立刻走到波兰奥斯威生集中营 那里表示对犹太人的集中营去探访 看看历史 以及免怀留犹太人的苦难 强调马斯克和犹太人心连心 风波才会平息 可以看到 现在拿着美国金融商界很多权力的犹太人 基本上对这次事件相当有大反应 企图用撤走广告的手段 控制大部分的传媒 所以现在在美国看到的新闻 基本上都是经过筛选 也不会对犹太人或以色列有所谴责 因为怕着会失去广告 所以现在美国的所谓的新闻自由 已经荡然无存 而令人曝露的是 早前有一个叫做无国界记者 这个人会对全世界的新闻自由 做一个排名榜 美国依然高居在第55位 认为美国的传媒 新闻自由是受到 由内到外政治到商业利益 意识形态到法律规限 但仍然可以排名是55位 比香港高80位 香港就排名135位 但我们都明白到 现在我们香港的新闻自由 其实是 你都喜欢怎么说都行 只要你不是犯法 只要你不是犯国安法 只要你可以畅所欲言 譬如我们在这个台上都可以畅所欲言 我们不一定是说 什么都说香港政府好 绝对不是 有什么做得不好 我们都会作出一些负面的评论 我们完全是不需要太过戒怀 我们是绝对有自由度 所以香港的新闻自由 其实这个位置 肯定是比美国高的 现在这个所谓无国界记者 这个新闻自由指数排名 将香港排在135位 比津巴布韦、乌干达、客物龙等非洲国家 评分是43.6 属于不合格 原因是新闻工作者受到打压加剧 我们作为传媒之一 我真的完全不觉得 我们这些新闻工作者如何受到打压 相比来说 看回美国CNN 对员工说明加规 对员工说明不可以骂以色列 不可以骂犹太人 这个才是真真正正的代表 美国新闻自由 荡而无存 好 接着很快就讲第二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 就讲一讲 最近一个在网上讨论的题目 在英国有一帮打散工的 疑问的香港人 他们有17个人 在工作的时候 被指违规罢工 他们就即时被刺猴鱼 他们被刺猴鱼之后 心心不愤 觉得不公平 所以上了一个叫做安敌工房的工作 这是网上YouTube的平台 接受访问 申诉他们认为受到不公平对待的一些事业 我们看看这件事究竟是什么事 有安敌工房的影片就说 这个题目就是 违规罢工 17人移英港人 即时被刺猴鱼 这17人移民英国之后 就去透过当地的中介 一些agent 去到一间工厂 去工厂打工 其实都一看到 这群人在香港可能做了一份 比较高尚 相对高尚的职业 去到英国 只能通过agent 去工厂打工 都挺唏嘘的 打的所谓 就是俗称的agent工 什么叫agent工 如果在香港 应该叫做外半工 或者叫做散工 或者是继续时薪的 一些终点工 总之就不是长工 即不是长期合约 这些所谓agent工 原来在英国非常普遍 亦都是不少香港人 移民英国之后 一些主流的工种 我马上会想到 可能是工厂 可能是超市 可能甚至乎是清理街道 可能是清理渠道 就是省渠的渠 即是平常的 比较低微的工作 可以说是低端的工作 不是低微的 低端少的工作 要付出努力的 甚至乎是搬运工作 运输方面的工作 挺有机会 这帮香港人 在香港的时候 就应该不会做这些工作 但到了EBNO 5加1去到之后 在英国就唯有你要做这些 否则真的 你都挺难找到工作 好了 他们就联名联署 他说 当他在这间工厂做了工作之后 觉得工作环境不好 觉得待遇不好 好 于是被一名厂里的长工代表 所 应该是煽动 他应该可以用煽动这个动词 在他长工代表的要求之下 就签了名 和一帮长工 一起去希望可以向公司 争取改善工作环境 以及要求待遇可以提高 也要求 譬如说有些事情 管理层 麻烦你对我的员工 麻烦你有一些礼貌 我觉得你没有礼貌 另外 就说 你不要乱调动我的崗位 你放了我在哪个崗位 我就做开做崗位 你不要常常把崗位调来调去 即是一群十七个香港人 去做一份散工 如果你表面看 你只是做散工 你只是临时工 竟然联署要求这么多东西 然后出了事 他就说 17个散工全部被炒 为什么同样有联署的那帮长工没有事 或者其他国籍的人没有事 为什么只是香港人散工有事 所以他觉得很不公平 然后就指控公司 就说 喂 我们做了六个小时 你给了两三个小时的工资我们 那我就觉得 是不是真的这么离谱呢 如果做了六个小时 没理由给两三个小时 那你拿了证据 你真的可以去当地的劳工处去告他 这个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告 总之我觉得 如果你真的做了六个小时 你首先要证明自己 真的做了六个小时 但是就只收了两三个小时的工资 那你应该就拿足够的证据去告他们才对 就不是上YouTube去申诉 对不对 那 另外他就说 派工作的问题 通常那些不好的工作 纲位比较辛苦 就派给香港人 其他国籍的人 或者长工相对地 就没那么辛苦 这个就见仁见智了 那你自己也要搜集证据 究竟是否在编排工作的时候 有歧视呢 是否割席歧视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 搜集多些证据去告 如果真的的话 那还有一件事呢 就是说 好了 原来英国 你要罢工 是有规矩的 所以似乎这帮香港人 就没有遵照规矩了 什么规矩呢 原来呢 如果真的要罢工 你要经过工会 决定 当然如果你是省工 可能也未必是封会会员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长工 一般是长工 如果是罢工 你要经过工会 决定 在罢工之前 就向雇主提出通知期 那就是 通知雇主你将会罢工 才可以 现在今次这帮省工 就这样签了个名字 就跟长工一起去申诉 接着就罢工 那可能呢 就有机会被雇主认为是抗工了 因为似乎是 不是预先通知他 跟随程序去罢工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变成了抗工 抗工就是说 我自己喜欢突然间不回就不回 离开工作岗位 那这个抗工就是违反雇佣合约的 就是你的程序 就是做得不对 所以 当然17个香港人 上到YouTube接受访问 说了这么多东西出来之后 其实很多流动出来 很多疑点出来 所以大批的网民 就在他们的YouTube影片留言 就说了很多东西 就说 喂 有个长工代表叫你签名 你签名也要小心 你签了什么 不是别人叫你签 就要签 你要签名 你要看看后果是怎样的 罢工程序都未识 就去学人罢工 那就变成了抗工 抗工自然工才有权炒你 对不对 至于你就说其他东西 比如说工总比较辛苦 其他国籍的人舒服些 长工舒服些 又或者做了六个小时 收到两三个小时的人工 这些呢 你就应该是搜集证据 如果你有足够的证据 你应该是走去 当地的劳工团体 或者劳工署 当地的政府的劳工署 去告这家企业 做了这些事情 但是你先有证据 那你就不要说 说完之后 就在网上申诉没有用 你拿证据出来 证明你真是受歧视 那才行的 而且你不要在那里说 诶 诶 这样对我们香港人也有 当然啦 香港人也不团结 当然被人欺负 这个又好像讲远了些 不关事 不关团不团结事 而是你乱禁 没搞清楚 人家叫你签 你就签名 你可以说 给了长工 这个代表 放你上桌 拉你们一起去申诉 申诉 就是要求改善待遇 改善工作环境 那大问题是 你签了你就要负责任 你签了的话 你就要知道自己 签了些什么 那如果你签的东西 说去罢工 而罢工的程序 都未清楚 那你就变了抗工的话 那被炒鱼 好像真是与人无由 也都不要再说 哎 我们香港人不团结 去到英国 那就被人欺负 不是这样 不关事 这件事 不是这个问题 不要把这件事 又拉去 香港人不团结 所以有些网民也都说 哎 长工 就是争取权益而已 你省工 或者时薪工 或者A准工 part time 你搞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你还想说 希望可以转长工 你想想 一间工厂 如果它是主管管理层 看到这些人 这样搞事 会不会请你呢 会不会把你转成长工呢 这个也很有移民 对吧 好了 所以这件事 也看到 EBNO 5加1 去英国 香港移民 有部分 真的 要做一些低微的工厂工作 也挺辛苦 也替他们辛苦 但是问题是 去到当地 又不熟悉当地法例 某某然去搞罢工 事实上也是理亏 很有机会是理亏 自己理亏 所以 不可以像以前在香港 那样 有什么事 拍摄桌 不做就不做 东加不假 打西加 或者被人中得惯 然后就说 有些不满意 就拍摄桌 就说 我要自由 我喜欢 我要 我要 申诉 这些 在香港 可能 中惯了 中惯了 找这些所谓 自由 所谓 凤此 有什么不妥 最多拍摄桌 不做 找其他工作 但去英国完全是两回事 大家好 巴士的部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订阅或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独家发布的 《鹿羽人金融HiT》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羽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尋巴士的部 去巴士的部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部 订阅石楼台 多谢大家 巴士的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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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